这个身材曼妙的女人一登场 就让在座的男人们流下了不争气的口水 真不愧是一击方的头牌 他手拿铲片 时而扭动杨柳西腰 时而高举厄挪双臂 看到男人们浮想联翩 血脉喷张 最想得到他的 就是这个老白 他看着女人抚琴时那双灵活的手 要是能享受到他们触碰 那该有多销魂啊 不过 女人戴着面纱很是神秘 只露出一双眉眼 勾人心魄 为了能一睹芳容 男人们想尽了千百种办法 有的五文弄墨 有的干脆送上金银珠宝 可这些女人都不稀罕 男人们决定用真心感动他 他们自发在女人家门口排队 老白得到消息 匆匆赶来 发现自己摇到了最后一号 老白很不爽地去找老宝 打算花点钱插个队 老宝说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 头牌一击的口味 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老白怀疑起了人生 世上有不喜欢钱的女人吗 第二天 老白摘了朵玫瑰花 守在女人的门口 本想用土味情话感动女人 谁知 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医疾说他这辈子最讨厌油腻男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晚上 操劳一天的医疾正打算休息 一个老头闯了进来 说他就快死了 想在临死前 见见女人的真面目 女人提了个要求 他让老头在胳膊上 落上自己的名字 才同意摘下面纱 老头问他叫啥 女人回答他叫陶铁 老头当场裂开 可男人一言九鼎啊 更何况还是个老男人 第二天老头来到铁铺 他直勾勾地看着火炉 眼一闭 心一横 就把发红的铁块 按在了手臂上 一股青烟往上飘 套贴两字手上了 当晚 老头举着胳膊来了 女人一看 这人真够狠的 二话没说 摘下了面纱 还买一送一 带着老头参观起了花园 这是犹如大地惊雷 迅速在老头的朋友圈传开了 于是大家都不去女人家排队 而是研究起如何把铁铁两字 优雅地烙在手上 这天又来了个老头 没等女人开口 老头主动交代 名字我已经烙好了 还给你带了件东西 表示我的忠心 女人打开锦盒一开 矮马 竟然是老头的一截手指 女人当即从了 哎 当个嫖客也这么内卷了吗 这是越传越邪乎 就连皇帝也劣之一二 他先让小太监去异计房彩点 听他灰声灰色地描述 皇帝挠补出了一个个香烟的画面 就连上朝看奏者 脑子里也都是女人的一贫一项 皇上惊愁上脑 他要马上微服私访 于是 皇上就成了唯一一个没有闹字 就能和女人一起运动的人了 双方激战正寒 老白又来找女人 看到门外站着的小太监 吓得立刻转身告辞 他威胁老宝 说要是再不让他见这个女人 就等着鱼死网破吧 在老宝的默许下 老白破门而入 他恳求女人摘下面纱 女人笑了 说你竟然也会有求于我 说完 他慢慢地拿下了面纱 老白觉得女人很眼熟 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老白想起来了 眼前的头牌一记 竟是早被自己修掉的前妻啊 原来女人并不叫套天 她叫小鱼 皮肤白皙 长相甜美 她第一天来丞相府上班 就遇到了老白来拜访丞相 老白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啊 丞相自然不敢怠慢 怨女无数的老白 一见到小鱼这张新面孔 男眼一脸兴奋 他提出想娶小鱼为妾 并答应丞相 会在皇帝面前替丞相美言几句 丞相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为了试图 哪怕要献上自己的老婆也愿意啊 更别说是个不值钱的丫鬟了 古代的女人啊 真是卑微 她们更像是一个物品 被玩弄被交易被牺牲 不过 即便是个卑微的丫鬟 有一个人却把她视作珍宝 她是小鱼青梅竹马的恋人大壮 在小鱼刚到丞相家的时候 大壮就敲开了丞相的家门 他拿着礼盒 恳求丞相把小鱼还给他 却遭到了丞相一顿毒打 晚上 大壮不顾疼痛 来到围墙边和小鱼私会 他想带小鱼私奔 小鱼却让他找个妹子结婚 大壮憨憨的一笑 小鱼抿嘴一笑格外好看 大壮不知道 这是他最后一次 看见小鱼天真的笑了 第二天 丞相告诉小鱼 有个叫老白的人看上你了 他约你出去 赶紧收拾一下吧 小鱼胆怯地走出丞相府 坐上了老白的马背 他紧张极了 以至于 没有看到擦肩而过的大壮 老白把小鱼带到了小溪边 不断地和他说着 静江文学上抄来的情话 把单纯的小鱼哄得一愣一愣的 老白随手摘下一朵玫瑰 他对小鱼发誓 这辈子都会对他好的 晚上 小鱼对着镜子发呆 一边是大壮送的发簪 一边是老白送的玫瑰 该如何选择呢 小鱼和老白的婚礼如期举行 老白得偿所愿 成为了小鱼第一个男人 可他没有半点满足和自豪 在胡鹏勾友面前 老白抱怨小鱼 虽然细腰肥腾 姿色妖艳 却没有一点女人味 自己只尝了一下就索然无味了 说吧 老白搂紧了身边的妓女 他的这番吐槽 被门外的大壮听到了 他容不得别人对小鱼平头论足 更无法接受老白欺负小鱼 他截住老白 劝他要善良 反而遭到了一顿训斥 老白开始变本加厉 他留下小鱼独守空房 夜夜在禁园流连忘返 甚至还把女人带回家 当着小鱼的面 做没羞没臊的事情 小鱼单纯善良的心 一次次被老白践踏 他找老白理论 说他不是赵志祭来 回之急去的女人 老白拿出了PUA话术 说因为小鱼不解风情 自己才会夜不归宿 说完就被小鱼罢网硬上宫 老白 你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完事以后 老白过河拆桥 当即立了修书 让小鱼哪来回哪去 无奈 小鱼回到了丞相家 将老白的恶行说给了出来 本指望丞相安慰几句 可老头不想得罪老白 说不就是共享丈夫吗 没啥大不了 让小鱼别大惊小怪 说不定几百年后 啥都能共享了 听得小鱼三观尽碎 自己像个物品一样 被人利用 糟蹋 这让小鱼无法接受 他来到河边 准备了结此生 幸好 大壮及时赶到 他心疼地抱着小鱼 为了让他尽快走出阴影 大壮让小鱼女伴男装混入妓院 看清了老白的真面目以后 小鱼发誓 一定要报仇 他苦读诗书 临摹书画 时刻准备凤凰涅槃 老白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顿时火猫三丈 堂堂当朝官员 竟然被前妻耍得团团转 一想到前妻已经和无数个男人纠缠过 甚至和皇上也不清不楚 老白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他拿起宝剑来到一记房见水砍水 一路杀到小鱼的房间 面对一心求死的小鱼 老白终究没能下手 此时大壮赶来 可他只是看了一眼满地的狼藉 并没有打算找老白算账 哎 大壮你是不是傻 现在不正是抓老白的最佳时刻吗 难不成你还有别的办法 自从皇上宠信过小鱼之后 便想把他弄到宫里来 可小太监做了背景调查发现 小鱼结过婚 前夫竟是皇上的爱臣 老白 这是妥妥的欺君之罪啊 皇上立刻起了珠心 转念一想 杀了小鱼容易 可要是杀了老白 就没有人给自己干活了 于是皇上下令 杀掉小鱼 以及所有和小鱼有关系的男人 此话一出 百官震惊 赵圣旨的意思 那皇上岂不是要自尽了 又是大型双标现场 当晚 士兵就把异计防疫窝端了 那些见过小鱼的男人 也都连夜逃走 大壮听到风声 带着小鱼躲了起来 小鱼倒是觉得这都是命 便和大壮相互依偎 彼此告别 等到大壮醒来 发现小鱼只留下了那枚发簪 大壮追到宫门 为时已晚 小鱼的那些男人们 死得死 逃得逃 只有行动不便的老头被人活捉 他们觉得和一个妓女坐在一起受审 简直是有辱斯文 小鱼狠狠地瞪了一眼 小鱼让刑部赶紧把自己杀了一了百了 但没有判决书 刑部也无能为力 皇上念及旧情 来监狱看望小鱼 他怪小鱼不该隐瞒身份 小鱼看到了男人的嘴脸 说他们没有一个好人 皇上无趣地离开了 小鱼的判决书也随之公之于众 行刑那天 大壮一早就跪在丞相府前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他要求丞相去说情 好歹小鱼也是他家的丫鬟 可老头依旧无动于衷 刑场上的小鱼 居高临下地看着吃瓜群众 那里有他的同事 他的前夫 就是没有救他的人 他就像一颗棋子 让人随意摆布 万念俱灰之时 小鱼看到了大壮 他奋不顾身地推开官兵冲向自己 让小鱼冰冷的心中生起了暖意 原来大壮就是最爱他的人 一步错步不错 当初要是和大壮私奔 或许会很幸福吧 想到这里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草原 他在疯 他在笑 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这部电影虽然讲述的是女人复仇的故事 可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贯穿全剧 在那个时代里 女人想要得到尊重 简直是男女登天 而男人则戴着伪善的面具横行霸道 老白是自己要休妻的 皇帝是自己找上门的 可一旦他们发现被甩了 纷纷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他们的自尊 容不得一个卑微的女人来戏弄 落入水中的无主之花 随着浪花起伏 他们失去了大树的依靠 孤苦无依 只求片刻停留 到头来一夜枯萎 让人唏嘘